新竹县长杨文科社护航封易复工遭起诉总统套房见面接受餐食招待 新竹地检署17号指出 封易机构设偷工减料 111年4月3号造成封财520天坑事件 危及民众安全 新竹县长杨文科社助复工 并与建商与某饭店总统套房见面 接受免费餐食等招待 承诺可直接往下做 依涉贪污罪嫌起诉 经检察官搜索 在杨文科官邸及县长市共查获69万余元 财产来源不明部分 另案侦办 杨文科表示 侦查阶段有说明并提出反证 对检方侦查结果深感不解 封易则回应 尊重检调 但诸多陈述与事实不符 判厘清真相 北市议员陈振中洪福案 缠送23年操纵股价等罪判刑继6年定验 五党及台北市议员陈振中被控身为洪福机构 关系企业创办人及股东 自民国82年起陆续掏空洪福建设资产 操纵洪福建设股票 不法所得达新台币60余亿元 案经缠送23年 高院更四审依操纵股价罪判刑4年 需未记载公开说明书罪判刑2年 最高法院17号驳回上诉定验 检方启动防逃机制 台北市议会后续将依地方制度法和选拔法相关规定 解职不递捕 台北市幼儿园性侵案可报导教保员个资 为福布说 最快一个月定原则 各界议论媒体能否揭露幼儿园教保员性侵害事件资讯 为福布17号说 儿少全法69条立法精神是为保护已受害或遭受负面事件的儿少隐私 要求媒体在报导时 不得揭露足以识别该儿少个资 并未规定不得报导该事件或保护加害人隐私 基于认定困难且媒体担心误彩红线挨罚 将紧诉邀及相关单位团体讨论 制定报导原则 最快一个月内出炉 NCC仅剩三委员可能影响iPhone上市拟修内部作业要点因应 NCC人士按卡关立法院16号删除NCC委员延任条款下 NCC在8月后可能只剩三位委员 恐无法运作 外界关注是否连带影响iPhone新机上市 NCC17号表示 确实可能受到影响 目前会针对内部分层作业要点负责事项等调整 避免攸关民生的业务受影响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检讨 下周会在委员会讨论作业要点 监委林国民请辞监察院证实说 8月1号生效 媒体日前报导 监委林国民向监察院长陈菊提出辞呈 监察院秘书长李俊17号表示 林国民辞职的人事令已经下来 并将在8月1号生效 至于林国民请辞原因则未多做说明 统一并购雅虎奇摩公平会点头雅虎电商品牌延续使用 公平会17号宣布不禁止统一与香港商雅虎资讯公司结合案 统一将取得雅虎台湾电商业务八成股份 公平会分析 结合之后 雅虎资讯公司伯克莱公司与统一数网公司的网络购物业务合计市占率不高 没看到明显的水平限制竞争效果 统一表示 整体交易包含后续营运投资总金额约1美元 未来雅虎将授权双方合资业务 延续使用Yahoo台湾电子商务品牌 高温持续至20号 21号起转多云略降温 气象属17号表示 20号前天气人高温炎热 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宗古人要留意设施37度以上高温 21号起天气转步稳定 各地多云高温略降一两度 下周可能有热带系统生成 需再观察 川普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护台立场经济施政方向五大重点一次看 美国前总统川普6月25号接受彭博商业周刊90分钟专访 谈到美国经济可能重返白宫的施政方向及护台立场等议题 川普承诺将征收新关税 向美国盟邦和对手施压以获得贸易优惠 以及延长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 约束大型科技企业时放宽对加密货币产业的束缚 而在对台关系部分 川普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要保卫半个地球外的岛屿存在困难度 且他希望台湾向美国支付保护费 帛琉遭网工旅游代表团入境澳门被拒会数人说 中国施压达新层次 帛琉总统会数人告诉日经亚洲 中国的施压达新层次 例如帛琉旅游代表团日前入境澳门被拒 另外 帛琉三月遭遇一起重大勒索软体攻击 这起网工事件在六月曝光 数以千计政府文件被窃且公布于暗网 专家追查源头来自中国 帛琉将于11月举行总统及国会选举 有意寻求连任的会数人认为 中国当然会对帛琉再施加一点压力 台湾出身林台家霍杨基指名目标成为大联盟台匠 台湾出身的混血球员林台家16号在美职大联盟选秀会 获杨基对第八轮指名 他的父亲文雄1997年1998年到台湾当洋将 效力台湾大联盟雷公队 退役后留在台湾当球探 林台家在台湾出身 9岁以前住在台湾 小学4年及全家搬到美国 林台家的首辈位置为外野汉伊磊 他表示目标成为下一位大联盟的台湾球员 也期待为台湾对效力 开箱老照片中华电信ADR上市 中文为美国存托凭证 是美国以外的企业到美国挂牌上市 持有ADR权利与一般股票基本相同 但有换股比例与会价上的差异 例如台积电ADR和台股台积电的转换比例为05 2003年7月18日 中华电信董事长赫陈旦从纽约证交所 总经理继营运长布里兹接下上市证书 成为台湾国营企业在美国上市的首例 Podcast揭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国政治与未来动向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15号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 全会将审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共中央委员会通常在五年任期内召开七次全体会议 第三次全会多聚焦经济和改革 这次的三中全会将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转变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装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见